大家好 这一集分享一下 我关于国内品牌的产品 和国外品牌产品的认识和感受 国产品牌的电脑椅很多 大部分都是质保五年 维修十二年 价格都出到一千了 估计质量和售后应该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感觉哪里好像不对 这些产品看上去很有特色 很出彩 高大上 但是能用得住吗 有什么小毛病 我不是说咱们国产品牌不好 我们的产品在价格上有优势 在某些方面也很有特色 很有特点 如果没有这两点 很难在市场上立足 但是某些国产品牌的产品 它的短板也很明显 不光是电脑椅 很多行业的产品都是如此 有些国内品牌的产品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它在某些方面很牛很强 但是有些方面却很差 长板短板都很突出 经常在小喝沟里翻船 举个例子吧 五一放假期间 我买了一双安踏的运动鞋 450元 很漂亮 很潮 我穿过很多安踏的卫衣和运动裤 价格都不贵 又好看 穿着又舒服 这是第一次买他家的鞋 以前一直穿耐克的鞋 我感觉耐克的鞋最舒服 比阿迪 贵中虎 新百伦都舒服 这双安踏开始穿的时候 和耐克 以及其他几个品牌的鞋都差不多 由于是新的 内部材料有点小硬 估计穿着穿着就软了 根据其他品牌的经验 穿着穿着就软了 越穿越合脚 越来越舒服 但安踏这双鞋的内部 开始有点小硬 穿了几天 越穿越硬 脚趾头都挤疼了 这是其他几个品牌鞋 没出现过的状况 我感觉应该不是价格的问题 安踏的鞋大部分都是这个价格 那几双国外品牌的鞋 也都是几百元档次的 其实这种问题 在其他行业 其他产品也能找到很多例子 话说回来继续说电脑椅 关于这些问题 买家在买之前并不了解 比如我都调查了几天了 但是对这些产品的长时间使用的真实结果还是不了解 商品的评价和网上的评论 说好的说不好的都有 有的问题是普遍现象 有的是个别现象 还得花时间研究 真是了解的越多 选择越困难 也不能说钱多的产品就一定好 2000元的产品比1000元的产品功能多 用料好 但不能说2000多3000多就是全能无短板 这些旗舰版的产品在网上的负面评价也不少 3000元有3000元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我准备考虑国外品牌的产品 倒不是重阳媚外 是我个人偏好 有很多买家 因为某些产品的某个优点特别突出 他可以接受这款产品某些特别突出的短板 但是我不能 我宁可选一个优点不突出 短板也不是那么差的产品 国外品牌便宜的电脑椅也有 比如宜家 说到这儿 我想起一个多年前的例子 我买了一个宜家的茶戟 叫拉克编桌 很便宜 是用爆花板和纸做的 当时老家的亲戚来做客 有位叔叔说这个茶戟不好 用不住 还说我年轻不会买东西 被骗了之类的话 他认为应该多花点钱买个十目的茶戟 当时我并没反驳 其实他不理解我的需求 我买这个茶戟是因为第一 它很便宜 装修基本把钱都花光了 第二好看 当年这个编桌太漂亮了 设计感很强 我买的是樱桃红色 第三我家平时几乎用不到茶戟 纯属摆设和点缀 第四它很轻 搬运方便 组装容易 每位买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考量 国产品牌的产品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用不住 买钱一时爽 买后小毛病不断 一般不会出什么大毛病 小毛病也很烦人 就算免费修 它架不住折腾 会浪费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 就拿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安踏的运动鞋 它也有保修 说是多少天内断底断面之类的 但是我出现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越穿越不舒服 这个怎么售后 最后只能是穿的频率越来越低 或者改造改造或者送人 如果在买之前就了解到这些小毛病 那就太好了 能了解吗 目前不能 所以在选购国产品牌时 一定要慎重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还是会选金豪或者是金镯 这集的内容有点多 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